然后其实就是关于你的各种制服的一些视频 然后想大家都评论你是制服暴徒 你想说什么 制服暴徒 我觉得可以说我是制服大户 暴徒的话感觉稍微有点暴躁 有点危险的感觉 电竞大神航天工程师特种兵 还有现在的这个消防员 就你用心诠释了很多职业嘛 演完之后会对这些职业有些心得 或者不一样的认知吗 真的很有幸能够演这些职业属性的一些角色吧 我也希望能够用我自己的一点付出 让看剧的人能够感受到 其实每个职业都是有他们自己身上的一些闪光点的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不容易 然后有为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一些事情吧 这是我想去传递的 就是我觉得是有一些职业属性的这种魅力要在身上的 大家都很好心你接下来还想尝试哪种职业的 给了四个选项 A是飞行员 B是警察 C是高森 B是外交官 C是什么 高森 就是那个光头那个 高森感觉很有挑战 这几个其实飞行员是小的时候就想当飞行员 高森的话是不敢想象那个形象 不敢想象那个样子 自己是什么样子 外交官 我我我家人就是我爸爸小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对我的一个期许就是看看长大能不能成为一个外交官或者是翻译官 很多出演的戏里面都发现了你有洗澡的镜头就是现在是不是已经找了就是完完美的找我好了把洗澡戏拍的好看的这个技能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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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拍到洗澡戏的时候我真的很处 因为我不习惯就在镜头面前去脱衣服 观众有问说宋宴洗澡 于途洗澡和若白洗澡 你自己最喜欢谁洗澡 这个问题不是要整我吗 都是我演的 好